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既起的生命 每一個人都非常愛惜自己的生命 我想今天的這個殊勝的音樂裡面 尤其我們每一個人在生命的過程當中 喜怒哀樂都曾經經歷過 今天我們能夠來 禮請我們上境下空老和尚 來為我們來做一些開示解惑 我們眾生都希望快樂 我們眾生都希望能夠過得幸福美滿 但是怎麼樣能夠得到幸福美滿的人生呢 師父 阿彌陀佛 感謝您再次的為我們眾生來做開示 我剛剛前面也聽了師父講了很多這個生命的目的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的人其實幸福指數都很低 因為大家都覺得不快樂 那師父真正我想我們一般人甚至很困惑說 我們來這世界上是為了什麼 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有生就有死 我們每個人都怕死亡 師父能不能讓我們先從這個最基本 因為我們甚至都不了解生命的意義 生命的意義 生命的意義 很難說 很抽象 是 它是哲學 對 嗯 實在講的時候 生命應該提升自己 提升自己 這個才真有意義 是 讀 像在學校讀書 小學畢業了 升中學 中學畢業了升大學 大學畢業了升研究所 一直到達到最高的學位 這很有意義 生命也如是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提升 人不是只有這一身 過去無數生 未來也是無數生 在這個裡面 真正懂得的人 掌握住人 他一定要幫助自己 達到終極的目標 終極目標是什麼 圓滿的智慧 圓滿的智慧 過去 現在 未來 此界探放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大智大難 大德大行 幫助一切苦難中心 歷苦得路 這個人成為聖人 成為菩薩 成為佛陀 這就有意義 所以 聖賢教育 走的是這條路 他不是功名富貴 他不講究這些 他講究怎麼樣提升自己 有個凡夫 做到仙人 做到聖人 做到佛 做到佛 我想師父 您已經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 生命的意義 要再提升我們的品質 對 對 但是我們現在因為 宗教還是有非常多不同的門派 所以我們看到有的宗教 他認為人生 他不相信輪迴 他認為就只有一事 那您剛剛有提過去 現在 未來 對 甚至是三事 甚至是多生多事 對 那我們如果用科學來說 我們怎麼來證明 有過去 有現在 有未來 其實人是在一個六道輪迴 甚至始法界當中 這個東西確實是有 從理上講 這是自信的本能 是 那原本就是這樣 那麼從學習上來說 你只要把心定下來 這位境界你就見到 並不難 眾生因為心不定 所以他看不見 對 不錯 你現在是心 是被外面干擾 是 它起的作用 不能是圓滿 它總是有障礙 是 就是看到一部分 看不到的大部分 如果沒有障礙 如果沒有障礙 我們能看到一般人看不見的東西 是 這個我們叫天眼 是 天眼有種類很多 有比較低的 有比較高的 看到的境界 跟我們距離就很大 所以 這些叫神通 神通是可以修得的 是 清淨性 心愈清淨 能量越大 心愈清淨 能量越大 但是釋迦牟尼佛 並不贊成大家使用神通 對 它是自然本具的現象 對 因為要是專居前頭 羨慕神通 被神通迷了 是 那只得到少分 只得到一點點 真正東西沒有得到 是 所以具有神通的修行者 他可以看到過去 也可以預知未來 對 我們用量子力學的角度來看 它是很科學的 對 因為它已經不受 這個三度空間的物質肉體的拘束 對 有一個說法 我想要請教師傅 他說有一個叫平行宇宙 也就是說 在我們現在這個三度空間的狀態 其實還有無數個同時的我存在 也有過去 也有現在 也有未來 師傅 這個平行宇宙的概念 就是過去的 你種的善或做的惡 都會影響到現在的我 我現在做的 也會影響到未來的 那這個跟我們佛教裡面講 是不是同一個道理 同一個道理 是 但是這個是什麼 是其作用 最重要的 是叫我們民心見線 就是把自信的智慧 本能要開發出來 是 人人都有 而且是平等 沒有哪個比哪個多一些 哪個比哪個大一些 沒有 完全平等 只要到大吃大物民心見線 就出現了 這才是佛法教學的目標 八萬四千發本 那是方法 方法儘管不同 它的方向目標是一個 是 都是開門 都是回歸自信 是 師傅 我覺得我要請教你 因為我們一般的眾生 其實每個人都會經歷生死 但是講到死亡這件事情 大家會很恐懼 甚至唯恐避之而不及 其實我們不了解 死亡的真相是什麼 因為大家覺得 死亡以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因為他沒有辦法重新來驗證 死亡以後的世界是怎麼回事 但是我知道 真正因為開悟的修學人 他對於生死的看法 跟我們一般的凡夫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部分 要特別請師傅來為我們解惑 我們看到死亡這件事情 或者是我們身邊的親人 要面臨到臨終的時候 要接近死亡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樣明白 我們應該怎麼樣去幫助 甚至將來自己面對死亡的時候 是用什麼樣的心態 這個問題 只有大乘佛法講得清楚 講得明白 佛告訴我們 人有沒有死亡 沒有 人沒有死亡這件事 只是壞一個身體 是 所以這裡是看到死了 那邊看到死了 神 如果一個人心善 心好 言論好 行為好 他到天界去了 是 他去的地方 比我們是好的態度 是 如果他送屋 無臥不送 他變成軌道 變成畜生 變成地獄 他受這些罪 受這些折磨 這個才是真的真相 這個才是真的真相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我們在這些年代中 經歷過很多次 這個人死了 三天 四天 他就附體 附在人身上 把他的經過說出來 他現在在哪 現在地獄 苦不堪言 也是佛教徒 心量太小 嫉妒很重 嚴重 比他修行好的人 詳盡方法回報他 障礙他 障礙別人聞到正法 都是為民意 現在才知道死者錯了 勸大家改正 勸大家認真修許 是 有人相信 有人不相信 我遇到一個是最近的事 過世第四天 有附夢 也是說他後悔 造作很多錯誤的事情 特別是障礙別人 天經文法 障礙別人 修學淨途 把人家這一生 往生紀錄的機會 給錯到斷掉了 都落在地獄 第一類事情 我們在古記裡面看到記載很多 留到確實有 不是沒有 確實有 出身 別看出身於齒 由出身念佛往生 比我們人 成就還快 還有效果 所以 只有佛告訴我們 宇宙是一體 慧南大師講得好 他莫乎一句話說 何其自信 能成萬法 佛教沒有說宇宙是神造的 佛教沒有說宇宙是上帝造的 上帝很多 就像國家領導人一樣 地球上國家一百多個 這個大宇宙裡面 這些星球不知道有多少 每個地方天堂都有地獄 地獄天堂也不知道有多少 你想到它到哪裡去 那麽修佛最重要的就是要把這段事情 搞清楚 搞明白 真實 生知道從哪裡來 死 曉得到哪裡去 非常自在 沒有恐怖 特別是修信徒方 修信徒方容易 你只要正幹 你肯定成功 像海鮮老伯爭 這是我們最近 一個最好的朋友 他是一三年 一月走的 走的時候 一百一十二歲 那他本來早就想走 阿彌陀佛跟他見很多事面 告訴他 你不能走 要他多祝起你 給修佛的人做個好朋友 給念佛的人做個好朋友 所以他是接受阿彌陀佛任務 交代他的任務 等到你任務完成了 阿彌陀佛來見 什麼時候完成了 就他沒有說 我們從他走了之後 回過頭了 細心觀察的老人一生 我們明白了 阿彌陀佛叫他 阿彌陀佛叫他 什麼時候你要看的一本書 這本書叫若要佛化心 是 我有身在身 我有身在身 佛就來記他 所以他天天就等著這本書 沒人去看他 他都看看有沒有在書 不可能帶書 為什麼 他不認識字 是 沒有念過書 沒有念過書 他就是一句 南無阿彌陀佛 日夜不間斷 工作不間斷 他工作是重鐵 而且不耽誤念佛 心裡念佛 身體在工作 所以 誰去送書給他 送書不等於罵老伯爭 那什麼好意思送書給他 沒人送書給他 他天天盼望 忘不到我 再沒想到 一三年一月 就有一個人真的帶了一本書 那帶一本書的時候 也未必是他給他看的 他帶了個小包 包裡都有這本書 老伯爭問這什麼書 哦 他就說了 這本書叫 若要佛發心 唯有身在身 老伯爭非常歡喜 像如獲至寶一樣 趕緊到房間 把他最好的衣服穿上 手上捧著這書 要求大家替他照相 是 欲知實至 別人 旁邊人告訴我 老伯爭一身 從來沒有主動 要求人替他照相 沒有過 是 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這張相片到了 第三天就走了 是 他做了榜樣給大家看 他做得實在啊 是 是 我所講的 往生進途這個事情 真的 不是假的 有證明 萬法人物就證明 證明這個法門 確確實實實 是很容易成就 但是很難相信 我對於男性之法這一句 有很深刻的體驗 因為我促修佛的時候不相信 是 那時候您智慧覺得很高 很肯 不相信 不願意學這個法門 因為覺得他贊助我 我在促修佛的時候 認識那個參與法師 是 他就去勸我學這個法門 我們接受 以後跟李老師學經 都是學大不經論 我跟他十年 十年當中 至少勸我 六七次 勸我修這個法門 我也沒接受 我是接受這個法門 是講化眼睛 講到五十三才 看到文書不行 那是我們心目當中 最羨慕的兩位大菩薩 文書是智慧 普行是真感 一個是解門 一個是行門 最後經常告訴我 這兩個人的成就 都是念佛到西方 極樂世界成就的 我這次很認真 思考這個問題 他們這麼大偉大的成就 西方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就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我就回過頭來 就依照 盡宗盡論 認真學習 這個盡宗盡論 無盡言論全講過 無量手盡 講過很多遍 幾十遍 是 到晚年 完全放下 專攻進度 為什麼 有把握 有把握 每個人都有把握 是 你只要不懷疑真有把握 其他的要功夫 功夫不到 力度不夠 就去不了 那我們要認真考慮 要靠得住的 我們修它 才保證成功 那個不可靠的 自己沒有把握 斷煩惱的 斷息氣的 那個太難了 想想 那麼難 如果做不到 就沒有成就 等於你 所以這樣才選擇 進度 我修佛 你看 六十 六十五年 三十年之後 才相信進度 但是我想前面師父就是 博覽群集 這個對您後來修盡頭 有很大的幫助 當然有幫助 因為博覽之後 曉得 門門那個路 是不錯 有理論 有方法 很難走 這個容易走 但是師父 我看佛經上說 我們如果要往生 雖然說是實念 但是這實念 也必須要做到 所謂叫一心不亂 我們現在的人就是 我也相信有進度 我也念佛 但是我的念佛 是散亂心 因為我一邊念佛 可能我還有煩惱习氣 那這樣 所以為什麼說 念佛的人很多 能去的人很少 那看起來也不是 這麼容易嗎 不是 能去的人 他所以不能去 他這個世界被放下 是 他還有牽掛 一游牽掛 就完了 確定放下 我到極樂世界 什麼都有 這個地方 我一樣也帶不去 能帶去也不帶去 為什麼 極樂世界比這邊好 我到極樂世界 供電是 確保之次造成的 這個地方 頂多是 鋼筋水泥 這怎麼能比 是 應該不是甩掉嗎 啊 極樂世界的時候 一切心想似乘 想什麼有什麼 那我這通通丟掉了 我到極樂世界全壞心地 是 一心不亂 是極樂世界的功夫 最高的 不需要一心不亂 你再看四十八月 第十八月 造作無力食物的罪業 臨終念佛也能活生 只是叫你臨終念佛 沒有叫你一心不亂 一心不亂不容易得到 四一心是阿羅漢 禮一心就是大拆大物 明信解釋 海鮮老伙人做到 我們做不到 所以你把它看明白 看清楚 曉得真人人有份 是 造作極重罪業的人都有份 只要懺悔 後不再造 知道錯了 是 求佛建言我到極樂世界 佛建言 佛建言 不會 不是忘語 是真的 不是假的 師父剛剛前面講了 舉了幾個例子 也就是他們進入到中英以後 開始感覺到後悔 因為在世的時候 可能障礙別人 自己沒有好好修學 如果人進入到中英身以後 他突然 因為他可能不受這個色身的拘束 所以他開始發覺 他智慧開了 他懺悔了 他在那個時候他要學信徒法文 來得及嗎 他還可以求生西方嗎 來得及 來得及 所以 我們過去就有一個例子 他的母親一生不幸福 靈命中是在中英得到的 就是他附體 說他很苦 在地獄很苦 過去不相信 回報造了很多罪業 他女兒是個牽扯的佛教徒 就讓他中英在念佛堂 跟大家一起念佛 念了好像是49天 49天最後的時候 他又附體告訴大家 他是下平終身 他爭取了 爭取了 爭取了 在49歲 九天的時候 抱住他懺悔 帶著他念佛 他跟著大家一起 我們仍看不見 他再記住 最後透過這個信息 下平的眾生 很不錯了 是 所以 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 不是只有對我們在世的人 所以對於所有六道的眾生 鬼道 地獄道都有 是 在地獄道的時候 他曾經做了大功德 臨命中是一念錯誤 或者有誠恨心 多敵人 因為他做的有好事 你想我剛才講的這個例子 因為他的女兒互吃飯花 沾著這個光 有這麼一個人 偷信息 兩面傳話 通靈傳話 所以才有機會幫助他 那這個果然有效 49天他正中了 所以我們如果在世的人 有學佛 可以幫助往生者 也許他沒有學佛 可以 一樣可以成就 可以幫助他 那這個是功德回向嗎 但是可以幫助他 最後他一定要發心求往生 還是這個往生者 他一定要有往生念頭 是 所以師傅 我不曉得我這個理解對不對 就是所謂的天堂跟地獄 因為我們既然都有 自信彌陀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自己 其實他都是自己的一個顯現 因為他今天 如果趙戈爾的人 是來自於他自己的起心動念 的畫線 所以他就墮入到地獄了 所以如果當他那個念頭轉 忏悔了 天堂也是一個自信的顯現 就跟佛相應了 沒錯 沒錯 天堂不究竟 在六道 沒出去 是 沒出去 天堂生命很長 佛寶大 對 受命有到處的時候 佛寶有想完的時候 你沒有積累積功德 你怎麼辦 還是要墮落 所以那個不究竟 必須要超越六道輪迴 才算是成就 是 超越六道輪迴就不容易了 你在佛法裡 正阿羅漢苦 超越六道輪迴 在念佛功夫 四葉心不亂 超越 禮葉心不亂 是圓滿的超越 非常謝謝師父的慈悲 我想這幾天來 我們一連串的專訪的師父 師父的慈悲開示 讓我們眾生真是豁然開朗 也了解說 淨土法門是這麼的殊勝 感恩師父